亚省由于出现患者 在应该免费获得医疗服务的时候 被收取费用的情况 将会被联邦扣减医疗拨款 1380万元 李永宇报道 联邦政府正在从包括亚省等省份 扣减合共医疗拨款8200万元 原因是在2020至2021年 有患者在接受应免费获得的 必要医疗服务时被收取费用 根据联邦在网上的摘要显示 亚省将被扣减1380万元 卫生部长杜克洛已经向所有省特区发信 对最近越来越多报道 唯有患者在接受包括远程医疗 私人诊所等必要医疗服务时被收费 表示担忧 杜克洛在声明中说 有证据表明居民要付费 才获得本应免费的超声波 核池共振和CT素描等诊断服务 亚省卫生厅发言人发声明 回应说已经建立审计系统 确保无额外的账单或用户收费问题 并指不同意联邦的调查结果 声明还说已经要求就联邦的立场 发表正式的法律意见 将与联邦合作 确保亚省收到有权获得的存额医疗拨款 另外联邦已分别对斯高沙省 与纽宾市医疗拨款扣减大约127万元 前者与诊断收费有关 后者就因为有患者在私人诊所堕胎 或其他受保服务时要付费